这海角天色哪像是港色 而且又这么穿起 我们的优伴北流香港是度假选的 中国建人什么用钱买收 美国的地区 保卫民主基金会议会议员 在西昆平台公布一条北流总统会议人 先让美国参议员的配 说中国开架销 说买将北流观光饭店定乎吗 说答应当年投资2000万美金 买来开架完断客户动心 就是要要求北流放弃到台湾的办公 说美国的北流 米克罗林西亚 马上尔群特所签的自由联合协定 科法 协议需要70万美金 又再到美国国会 会议人提醒美国 科法一天没过 就可能让中国真的用钱都买去 而且想逃生地毁上台湾 中共利用各种花大钱的方式 用金钱来买外交 经济部分 多少的中国人民 正在受苦 不断地花大钱 花钱如流水去买外交 这对于中国人民请何以看 北流是在印太第一党内 第二位置很重要 这不是前一边中国要像黑白鸡 也不过这边后就是 中国要专业来破坏 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的保抑 这三个岛国是美国从夏威夷延伸军力跟国力 到亚洲非常重要的航道 经济援助必须尽快到位 而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布局 就是掠夺美国的战略要道 这不仅影响台湾跟帛琉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直接影响到美国澳洲 在这个区域的核心利益 中国政治部位为协议印太地区民主的定义 宾夕新闻代表不得